哈嘍大家好,那昨天迪欧直播結束之後啊 我在YT社群文開了一個投票 問你們需不需要代打這個迪欧 那從結果來看呢,顯然是不需要齁 那但是需要的人也不是0%嘛 所以啊,作為替代 我把我自己的隊伍啊,稍微降低一點配置 改成兩個無課這個樣子 三無課真的太難打了,就原諒我吧 然後影片內容呢,也會比原本我要發的再詳細一點 就算你完全沒有打過這關 你看完這部影片,你也會打這關了 當然,實際在打的時候 這次我不建議你們用任何的降臨腳 主要是參考影片裡面的打法 還有注意的事情就好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那我們就先從關卡機制開始吧 那這關呢,有三個關卡機制你要注意 我們先來講封印弱點 那你看到左邊那張圖,那個東東就是封印弱點 那當我們角色碰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弱點就會露出來 但是你要注意哦 你讓弱點露出來的這一下 你是沒有輸出的 你必須要讓弱點露出來之後 然後你再回頭再去碰這個弱點 你才可以有輸出,要特別的注意哦 然後第二個 這個封印弱點每回合都會封印回去 所以呢,你每回合都要重新再讓弱點露出來 你才會有輸出,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天使了 等一下在關卡裡面你會看到他 那你進場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他身上是有反擊模式的 他受到傷害的時候啊 會讓王降防 那王要有降防才會有輸出 不過呢,有一些特例我在後面會講 那角色啊 其實你不一定非得要職歐去撞天使 你也可以用友情去觸發他的反擊模式 這樣子可以讓你的路線簡單很多 那再來呢,就是最後一個機制 就是地雷增傷 那要特別注意一下啊 除了軟軟以外呢 這關的其他所有怪都是要有地雷才能輸出的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剛剛在封印弱點那張圖你也看到了 王的弱點不是在外殼 是在裡面哦 所以你在打王之前 你身上至少要有兩顆地雷 你才可以打得到王的弱點 你如果只有帶一個地雷 打王那是沒有傷害的 這個你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要少到兩顆地雷 兩顆地雷才有傷害哦 那再來呢,就是推薦的角色了 那推薦的角色呢 分成破盾手跟火力角 那破盾手呢 原因是因為啊 這關要有地雷才能輸出嘛 但是呢,場上要有很多護盾 去阻礙你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這個 能帶一些破盾手上去打的話 事情會簡單很多 那這裡面呢 你可以注意到有一個飛援魔啊 他是書庫的降臨角 假如說呢 你真的拿不出半隻破盾手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他 就帶個一隻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底下就是火力角了 我列出來的這七隻呢 基本上都是OK可以打的 沒有問題 當然不是只有這些啦 但是這七隻是我覺得比較好的 那其中重點點名 阿畢斯 還有加百列 還有這個瓦爾普吉斯 特別的強齁 其實瓦爾普吉斯 應該要在下一個分類裡面啦 但是他火力也不差 就擺在這 好,反正呢 就是 阿畢斯 大王 超級強 最神的那種存在 然後本身也有加速啦 這關還是有一點速度需求的 然後再來就是加百列 那個戈合毒 太強大 其實達泰喵也可以 達泰喵就是SS可以補血 因為這關稍有這個血量壓力 達泰喵直接開SS 就把血補回來 非常方便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瓦爾普吉斯 尾王可以把這個小怪給延遲住 整個流程就會變得非常穩 這些都是可以做選擇的 然後最後呢 再來點名兩個角色 一個是綿金劍 另外一個是瘋狂冒克 綿金劍的話 他的SS太強了 只要啊 你再開場 然後開下去 把怪全部撞一撞 然後全對上buff 大家輸出都是跟鬼一樣的 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如果你缺乏火力 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瘋狂冒克 那瘋狂冒克呢 我直播的時候有人推薦啦 主要功用呢 是維持血量 因為這關我用降臨腳打的時候呢 還是有感覺到一些血量的壓力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放一隻 一隻就好了 因為他的SS廢掉了 打這關沒屁用 所以 呃為了避免太扯後腿 帶一隻維持血量就ok了 好那關於角色還有關卡機制的部分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進入實戰環節囉 好那首先是這個第一關 那無論如何 你進場的第一件事情 永遠是把軟軟全部解決掉 否則你會被延遲CD齁 雖然這個東西文章是能擋啦 但是你能防就防嘛 沒有必要去應接 那軟軟解決掉之後呢 他會叫這個地雷怪出來 然後場上才會有地雷給你打輸出 那解決軟軟之後呢 第二動你可以選擇跟我一樣 把洋蔥一次解決掉 要一次解決掉喔 不然他們每回合都會全復活 或者是你有另外一條路 就是把洋蔥留下來存技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要怎麼用洋蔥存技能 我們先來打王 王的話你注意一下 左下的CD3是幾死 你現在看到那個左下的CD是幾死 但是王不難殺 所以應該問題不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用洋蔥來怎麼存技能 你看我們現在洋蔥還在嘛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把王帶走 還留下一隻洋蔥 那接下來就會全復活 那洋蔥本身呢 是沒有任何大招的 所以你只要不要把洋蔥一次全清掉 理論上你就可以一直存技存下去 那像我在直播的時候啊 有的人反應說 比方說成太郎SSCD太長 加百獵CD太長等等等等 那這些東西呢 你可以乾脆一點 就直接在第一關存一存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了 好就像這個樣子 OK你可以看到齁 我們第一關才剛結束 但是我們SS已經都跳得差不多了 好就這樣進入第二關 好那我們就回到我們原本的隊伍吧 那第二關呢其實也不會很難 我們進場呢一樣先把這個軟軟全部解決掉 那全部解決掉之後呢 這個小怪都會換位置 然後呢地雷怪一樣會叫出來 那這邊呢其實特別注意一下 雖然這個小怪身上是有弱點的 不過其實你並不需要打他的弱點 也能有輸出 你看我們現在阿畢斯啊 你看根本就沒有打到他的弱點 我們就地雷打到他的外殼而已 你看都還是有輸出的 一些其他火力比較強的角色 理論上也都是可以這樣做的 沒有問題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 這樣子你看 我們都沒有打到這個弱點喔 你看這三隻就已經全部被我們殺掉了 非常輕鬆 這關不用執著在打弱點上面的 真的不需要 好再來是第三關 那第三關的話呢 一樣先解決軟軟 然後等一下王會換位置 那這關打王的路線啊 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如果你不破盾的話 好我是建議 真的建議帶一個破盾手進來 事情會簡單很多 假如說你跟我一樣 這個隊伍沒有破盾手的話 路線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不信中的大信是 比方說你看阿畢斯 而這關雖然又有天使啦 但是其實你不需要降防也能有輸出 你看喔 我們這個阿畢斯 這是沒降防的傷害喔 各位 你們看這是沒降防喔 沒降防輸出就長這樣了 所以降防基本上就是直接一擊殺了啦 這個應該問題不大 好那我們這邊呢 血量剩一點點 我們就不要亂動了 等一下交給4P阿畢斯帶走 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呢 我們就這樣子 不過角度有點拉太大了 導致說我們跟弱點擦身而過 不只沒有把王打死 然後還把自己的血量弄得很危險 有點尷尬 好那這邊呢 我們一定要帶走囉 這邊要注意 左下的CD一樣是送你出去的 一定要趕快帶走 好那我們這邊呢 用閱讀驚險的把王給帶走了 就進入王關 然後再給我們一整換 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至少先把CD1的軟軟解決掉 CD2的可以放著等一下再清沒有問題 至少不要被延遲 好像我這邊就沒有全清嘛 我們這邊就交給阿畢斯再把這個軟軟給清掉 OK就像這個樣子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阿 阿畢斯就算沒有降防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點的輸出 也不會到完全沒有 這個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那這邊呢 就有點尷尬 因為我們全隊是沒有破盾守的 那沒有破盾守打王二真的很難 沒有辦法穩定的輸出 所以這邊我是建議你 就直接SS開下去了 不管是割合SS也好 還是阿畢斯SS也好 反正能開就開 直接開下去解決掉比較省事 因為在你沒有破盾的情況下 這關真的沒有什麼很穩定的路線可言 那假如說你們有破盾的話 路線我也會擺在後面 好那尾王的話呢 這邊注意上面有兩隻泥鹿 他們會放傷臂出來 傷臂雖然不是會讓你死的 但是也是很痛的 那為了避免這個情況呢 你有兩條路 那我都已經寫在旁邊了 你就參考一下 那這邊呢 我們用的是第一個方法 用帕克去把上面兩隻怪給沿住 那這邊順便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要用第一個方法的話 我建議你火力角是要上文章的 傷害會比較足夠 不然的話會比較吃位置一點 假如說你開帕克QB或是白金之星 然後沒有一回合把左上的這個泥鹿帶走的話 那還是會有傷臂放出來 你就白眼了你知道嗎 好所以盡量上文章會比較好 或者是你乾脆就直接帶這個瓦爾普吉斯 直接延遲比較久一點 這樣子就比較省事 好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木天啦 進場開SS 然後就直接看著這個泥鹿自己堵死就好了 這樣子你也可以避免去入傷臂的風險 好那這邊呢 我特別帶了一隻月毒 原因是他SS可以補血啦 因為我好幾次打到尾王 不是因為火力不夠 都是因為我血量撐不住翻車的 所以我後來受不了了 我就帶了一隻月毒來回血 果然是穩定很多 順便還把這個盾給敲掉了 非常棒 那尾王的這個輸出角度反而比較簡單 只要倒B就可以輸出了 只是這邊我開了SS 那開SS其實你可以用影片裡面這個角度 是可以的 只是你要再大一點 像你看我這邊太小了 在打到弱點之前的地雷就全耗光了 就有點尷尬 你可以照類似的角度 但是角度要大一點 好那這邊呢 我們這邊先放這個速度buff 其實不放也沒差啦 不重要 那假如說場上有傷臂的話 我是絕對不建議放這隻的SS啦 速度buff太搞事了 好那再來呢 就是輪到阿比斯輸出了 那這邊呢 我就直接示範這個V字形的路徑給你們看 大概長這個樣子 OK你看到齁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弱點 那閱讀這個位置比較糟糕 沒有辦法很順暢的做出這個V字形 那我會 來再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假如說像閱讀這樣子的位置 你可以怎麼彈 大概像這個樣子 角度你就小一點 但是邏輯上是差不多的 就直接把王給帶走了 整個關卡還是有一點難度 是吃角色的喔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有問題 也可以底下留言問我 那我是緣 大家 掰掰